《奥斯文心》集中营是纳粹德国最大的灭绝仪 1940年起这里无数受害者成为了苦工和人体试验品 四周电网密布内设哨所看台 很多犯人因为想办法逃脱最终失败而又重新落入魔掌 看过去其实这个奥斯维斯集中营它有两道电网和一道高墙 这个集中营的电网它还不是一层它是两层 就是我们看到这边远处这边有一层还有里面有一层 还有就是电网的远处呢 那道电网其实也是两层 可见这个想逃出这个法西斯的魔掌是多么的艰难 我现在走去条路呢 一直往前走就看到一个花环 这个花环是为了纪念死去的这些犹太人的保隆楼 德国战败后人们开始指控纳粹头号女战犯伊尔斯科赫 主要罪证不是杀人的数字统计 而是精美的人体工艺品 有钱包书籍的封套 还有内脏标本缩小的头颅 最震惊的就是人皮灯罩和人皮画 伊尔斯科赫只要见到身上有纹身的年轻男子 或者皮肤光滑细腻的男人都会杀掉 立刻通过注射活泼人皮制成人皮工艺品 这里的一些画作就好像当时 这些落得很高的一种握铺床还有一种痛苦 因为这个集中林的确是一种人间地狱 所以他们的表现是发出最惨痛的 这就是当时犹太太的关押犯他们所穿的这个球衣 这些球衣依然保存 因为当时的设计还是这种没有能的这种帽子 原先就是帽子 酷爱人皮的女魔头 剥去了一张张人皮 虽然人皮的主人留下了衣服 但是他们今天依然在这里行走 诉说这一段段恐怖的故事 机缘以前都是这种德国的军官住的这种房子 现在呢我就顺着这个营房的这个墙一直往前走 去看看到底这些营房到底为什么会有三百件 我也很难置信啊 你看这个多克脑集中营啊 它这边的整个这个防卫线非常的卡绍非常的严密啊 你看隔二十米啊就这么有这么一个小岗楼 以前这些德国冰的就是在这个岗楼上拿着枪守守护着啊 然后盯着啊看有没有人在这里逃跑 可想而知啊这个守护的特别严密啊 现在我就来到这个二号集中营的这个集体宿舍啊 这个营房的里面呢可以看到它是有几间组成的 就是这个床 一二三四六 六个人睡一张床 但是它呢是这样 它上下分三层 然后左右两个人可以各自睡啊 所以说但是我但是我但是这里面啊 不只是睡这么一点啊 其实这这个床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是可以睡六个 其实这个床我算了一下啊 应该是这一张床上睡十二个人 因为这个床坐得很宽 在这个床上我还看到不知道是谁啊 在这个床上放的这个鲜花啊 表示对这些失去者的哀悼 这里呢就是曾经这个其实囚犯所用的 所使用的一个厕所啊 他们这个厕所呢其实排列的非常的紧密啊 可见啊 他们这个 可见啊对这些侨犯啊生活上是非常的苛刻的 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我身后这个就是当年取暖用的一个烟囱 这个烟囱呢是直直的 这个烟囱呢是直直的就是通到整个这个 一个长条形的这个房间啊 睡梦中 当德国兵打开宿舍大门 强行拖走被挑中的囚犯 其他人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从这里走出去将是一条不归路 其中一些人可能被活剥下人皮制成标本 供周围大学用作教具 还会被做成人皮灯罩 现在在看这一片土地啊会觉得这里充满了一片死寂 就看前面就看我眼前这些银房吧 曾经这里呢都是银房 以前呢有三百间 但是这些银房都已经消失了 很多犯人呢就是从睡梦中被叫醒 然后拉到毒气室里面 而且还是被骗过去 骗过去呢说是要给大家洗一个澡 而且还是有一些招待啊 但没想到等所有人都骗到毒气室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原来这个毒气室是那么的狭小 后来等到这个毒气打开的时候 大家恍然大了 但是想逃开门已经被锁了 罪恶的结局都是相似的 二诊结束后很多战犯被处以绞刑 1947年军事法院判处伊尔斯科赫 因谋杀等罪名而终身监禁 1967年9月2日 这位画皮夫人在德国牢房中上吊自尽 订阅冒险雷探掌节目 雷探掌会每周抽出幸运观众 祭出亲笔签名的限量版明信片 和更多国外奖品 既要打开冒险雷探掌主页 鼠标点击订阅 你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幸运的观众 科拉科夫是中欧最古老的一个城市之一 这里曾经是维瓦族的故乡 所以说他们留下了非常多的城堡 还有教堂 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就是 科拉科夫非常著名的市场广场 为什么叫市场广场呢 因为过去的市场呢 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大广场上 然后人们进行这个交易还有买卖甚至还有一些展手持众 都是在这样一个市场上 你好 你是玩家吗 玩家吗 我给你玩家 你玩家我给你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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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美丽的女孩 然后呢 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 然后这个呢 是这个 这个名字吗 Serduszkiem KofamKrakow 哦 他说的是好复杂呀 他这个价格是五 五元 应该是五 这个波兰这个 波兰这个 波兰钱是五 快钱 那么有名币呢 大概就是这个 九块五 那么我就 看到这么热心 我就来一个吧 我爱你 我爱你 KofamKrak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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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KofamKrak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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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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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 这个是 因素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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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 我会觉得 不会 不会有那种什么 就是所谓的 就是 依赖性的啊 以后让我吃一下放一个 其实不是的 这一个呢 是1.7 也就是 呃 4毛9 人民币4毛9 啊 调味的啊 有点芝麻的那个感觉 是让你的的确有点芝麻 还能有点香味啊 有点这个 有点这个 Mash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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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的 纪念品啊 原来还以为这里没有卖纪念品 原来这么多纪念品 嗯 OK 没办法 没办法 哇 非常热闹 哇 嗨 这是一个波兰美女吧 我写着Krakow 这么一个标志的一个容器 它装什么呢 我看了一下好像是装围棋子的 或者装一些 想装的东西啊 什么叫她呢 K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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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sh Kasha 它的衣服是波兰的衣服 是波兰的衣服 我喜欢这种花 对 这种 这种 这种是Crak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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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onic 这种是波兰的王子 对 名字 Lik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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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Likonic 其实波兰的物价和整个欧洲相比还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当前欧洲并不是大力发展工业 所以当地有特色的工艺也都面临着推广困难的尴尬局面 不过 如果你仔细寻找 不难发现 这座城市的音乐气息 就算你堵住耳朵 也很难让它消失 啊 啊 这个老师傅让我踹 这个老师傅让我摸 这个老师傅让我摸 想到我还不让我摸 哎 我为什么没有声音呢 哦 还是有方法 今天还没声音 我归在可能手 手 手心里面会有一些磨砂的东西 让我们觉得它老紧 这边呢有一些这个唱歌的学生啊 他们来唱的是伴奏合唱 全都是通过这个这个音高音低音的来变成伴奏 这边的想法是 你来自韩国人吗 我来自韩国人吗 我来自韩国人 你讲了韩国人吗 是的 当然 你拍摄了音乐吗 是的 我喜欢你 你学习了计奖 好久 好久 大概10年 但我真的不知道 10年 我没学习太多 我只是 我一直继续玩 哦 很棒 很棒 所以你还有些拍摄 你拍摄了吗 是的 是的 我可以给你一个 CD 你可以看到 如果记得你 你可以给我寄 如果你有可能 你带来 你拍摄了一些拍摄 是的 这个 啊 什么叫你名字 什么叫你名字 雅雅雅 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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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語言是很困難 特別是因為我不能唱 我不能控制我的聲音 像這樣 中國語言是為了不可能 對,很大 好,我去做一點點購物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人還有其他的追求 二戰當年在波蘭大祥 讓整個城市千瘡百孔 但如今這段記憶 卻早已載入了歷史 波蘭人頑強與樂觀 讓我看到了他們 如此珍惜生活 我們總以為 還有很多時間 足夠我們到達想去的 任何地方 以為還有很多機會 足夠我們 與相愛的人團聚 可人生一變 世事無常 意外和明天 不知道哪一個先來臨 維也納被譽為音樂之毒 約翰施特勞斯的雕像 如今卻面臨著空前的尷尬 如果施特勞斯看到這一切 會詐失復活嗎 下一集 雷艦長將闖入施特勞斯墓地 召喚夜幕下的 音樂家們 音樂家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